诸葛经 诸葛经在拉屎,一位老妈妈在施竹壳。 诸葛经说,老妈妈,请你给我一个竹壳,给我施屁股。 老妈妈给他一个,还不够,诸葛经又要一个。 老妈妈说,这是要我的儿女赐花的。 诸葛经老怒了说,我今晚一定来收拾你的。 诸葛经说着走去了。 老妈妈听诸葛经说要来收拾他,心里很害怕,便哭起来了,坐在门口哭。 诸葛经要我给他一个竹壳式屁股,我说要给我女儿赐花的,他便说今夜郎收拾我。 说了又哭。 麦瑶谷的说,老妈妈,你不要哭,我给你几把汁,拿来插在门上。 今晚诸葛经来收拾你的时候,他一推门,手掌就给针刺着了,好吗? 老妈妈欢喜了,于是麦瑶谷的把针给他插在门上了。 麦瑶谷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哭着。 有一个卖猪食的经过他的门口,猪食啊,他叫着,他看见老妈妈在门口哭,他问,老妈妈,你为什么哭? 诸葛经今夜来收拾我呢?老妈妈说着又哭,不要怕,我将这些猪食给你涂在门上。 诸葛经一来推门,那手掌便给猪食弄脏了,好吗? 老妈妈说,好。 于是,麦猪食的便将猪食在门上涂好了。 麦猪食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哭着。 一个麦蛇的从老妈妈的门口经过。 麦蛇哦? 他看见老妈妈在门口哭,他问, 老妈妈,你哭什么? 老妈妈说,诸葛经今晚要收拾我咧。 不要怕,我的蛇给你放在水缸里。 今夜,诸葛经来推了门,手一张,他便要去水缸里洗手,那便要给蛇咬着了,好吗? 好。 于是,麦蛇的将蛇放在水缸里。 麦蛇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哭。 一个麦蛇鱼的从老妈妈的门口经过。 蛇鱼哦! 老妈妈,你哭什么事? 今夜,诸葛经要收拾我。 我这蛇鱼放在你的顶里,他在水缸里给蛇咬,要来顶里洗,那就给他咬着了。 于是,放蛇鱼在顶里。 麦蛇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门口哭。 一个麦蛇的从老妈妈的门口过。 麦蛇啊! 老妈妈,你哭什么事? 朱葛经今晚要收拾我呢。 我的蟹给你放在茶锅头里。 朱葛经来洗手,便给蟹钳着了。 于是,把蟹放在茶锅头里。 麦蛇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门口哭。 一个麦蛇鸡蛋的从老妈妈的门口经过。 鸡蛋啊! 老妈妈,你哭什么事? 朱葛经今晚要收拾我咧。 不怕,我给你将鸡蛋放在茶锅里。 朱葛经一来吸烟,那便给炸瞎眼了。 于是,把鸡蛋放在茶锅里。 麦蛇鸡蛋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门口哭。 一个开紧的从老妈妈的门口经过。 老妈妈,你哭什么事? 朱葛经今晚要收拾我呢。 不要怕,我给你在井上护个直眼床。 于是,把直眼床护好了。 过直眼床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门口哭。 一个卖牛的从老妈妈的门口经过。 老妈妈,你哭什么事? 朱葛经今晚要收拾我呢。 不怕,我将这只牛给附在棉床头。 于是,把牛附好了。 买牛的去了,老妈妈仍是在门口哭。 一个卖马的从老妈妈的门口经过。 老妈妈,你哭什么事? 朱葛经今晚要收拾我呢。 不怕,我给你把这只马付住棉床尾。 于是,那马付好了。 老妈妈不哭了。 天黑了,老妈妈走去躲在别处, 把门续愿着。 二刚的时候,朱葛经来了。 他却推一推门,哎哟,给针刺着了。 把手来一嗅,呀,臭急。 除得通是猪屎,快快走进去, 向水缸里挡了几挡,哎哟,又给咬着了,痛急。 鸡鸡跑去顶里挡了一挡, 又给脚鱼咬着了, 又去挡茶锅头, 又给鞭熬钳着了。 冲来撞去,都是给东西咬着试着,痛得没法子, 只得坐下来向罩里去吸烟。 哎哟,眼睛又给爆瞎了。 朱葛经给弄得乏了,眼又看不见, 只得摸摸索索地跑进房里, 想去收拾老妈子。 摸到床头,给牛角这一戳,哎哟。 摸过去摸到床尾,又给马脚这一踢,哎哟。 不好,爬上床去睡觉, 扑通一声,跌下井里去了。 天亮了,老妈妈去看井, 朱葛经死在里面, 老妈妈将它捞起来,来卖朱葛经肉。 这篇故事,过去很流行的, 差不多家家的孩子都懂得。 朱葛经即是猪八戒。 猪八戒在西游记里, 惹得孩子们的趣味, 起成怒恰如水壶传的李逵。 果这故事,孩子们觉得特别动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